欢迎收看7月14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杨子生 新闻一开始 带你来看到 113年花莲太平洋能高棒球阶级 全国棒球锦标赛 13号开始在花莲热血开打 而今年总共有来自全台14个县市的队伍 1600多人报名参赛 而县长徐正伟也亲自出席 开幕活动 为整场赛事揭开序幕 113年花莲太平洋能高棒球阶级 全国棒球锦标赛 13号开始在花莲热血开打 县长徐正伟亲自出席开幕活动 展现十足亲和力和选手们一一击奖问好 赛事由县长徐正伟 直出一季漂亮开球之后正式揭开序幕 今年总共有来自全台14个县市队伍 1600多人报名参赛 除了希望大家以球会友 也学习能高团队精神 让孩子们在球场上发光发热 我们每一年在花莲以球会友 每一年我们都会看到国小国中 还有社会组一共三级的棒球 能够在这个地方来展现我们的球技 花莲是一个培养我们运动员的摇篮 尤其是在每周末甚至我们在这个周 这个这周还在办我们的公教人员的这个球类的比赛 几乎在花莲每一周都有运动赛事 所以欢迎大家常常来花莲 也感谢我们所有大家的支持 能让能高精神能高杯不断的往前迈进 花莲县体育会表示 今年参赛队伍包括7月13到16号登场的 26队国小组和19队国中组 以及7月20号21号登场的16队社会遗嘱 至于高中组则有8队 会在8月24号开始进行连续三天的对决 欢迎永细圈的民众 可以向花莲能高杯全国棒球锦标赛 脸书粉丝专页来查询 解释力情 花莲市报道